各位新年快樂 我是東周網Yuki 今天請來專業化妝師Mimi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mi 新年快樂 Mimi一身紅當檔的妝束 就知道她是為我們教新年開運妝 其實這個妝容有什麼重點呢 說明新年開運妝 重點當然是紅色 但紅唇大家又很怕去carry 但又想起起樣樣樣 所以我會用漸變紅唇的方法 去教大家化妝容 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開始 首先我們塗一個大紅的銅色 在眼窩的位置 只要不塗上眉骨 就可以避免浮腫的情況發生 下眼影我們先塗上銅色 塗上整個下眼線的位置 然後我們可以在雙眼皮的位置 和後半個眼窩的位置 塗上輪廓色 加強眼部的輪廓感 然後下眼線後三分一的位置 都加上輪廓色 然後上眉骨眼部的眼皮 新眼有自然放大感覺 然後我們先拿橙金色 在前半角的眼窩位置 再用一點點提升整個立體感 首先我們用眼線塗上尖毛中間的位置 形成一條自然的眼線 然後眼睛看前方 打橫拉長眼睛 然後把眼線這個三角位連接 形成一條自然的拉長眼線 很多人都很怕擦紅唇 怕很誇張 但身邊又相稀稀樣樣 怎樣才可以擦到一個又漂亮又不誇張的紅唇 就是可以用漸面唇張的方法 首先我會用一個乾燥玫瑰色 塗在整個唇部的位置 把紅色只塗在唇部中間的位置 輕輕印開就完成一個漸變紅唇妝 下次再見